準備囉 3 2 1 GO Y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姐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禮拜天玩具之日了 今天呢 我們要開兩個包裹 一個是我自己買的 一個是廠商寄來的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是什麼吧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今天我們就要突破個2111一個讚 LET'S GO 噹啦 噹啦 那我們先來拆廠商寄來的東西 這一個呢 是我們之前有合作那個顯卡的 我們有合作過兩次嗎 是神秘小禮 是的 他說會寄一個神秘小禮給我 我看到底是什麼 是 口罩 ZOZAK的口罩 那我今天是不是要戴口罩 然後有一張 中秋節快樂 希望之後可以有更多的顯卡 來讓我們測試 好不好 缺一張三菱系列的顯卡啦 開玩笑 開玩笑 好不好 我們來戴戴看這個 NOTHAG GAMING的口罩 長怎麼樣 他 他送了三封喔 一個是幾片喔 看看 1 2 3 4 5 一個有5片 這個看起來是挺漂亮的耶 蠻特殊的花紋 哎呦 戴起來有點潮喔 OK 各位觀眾喔 今天喔 就 戴著這個口罩 欸 好看耶 很像看悶狗的感覺耶 對不對 有看悶狗的感覺喔 AIDAN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第二個 感謝ZOZAK 希望我們有更多的顯卡 Yeah 接下來 這一個厲害啦 如標題所說 欸 我不曉得標題會不會有這個 但是應該會有好不好 這一個呢 我以前很想從國外買回來 但是呢 發現好像貨也不多 常常缺貨 後來就作罷 沒想到 偶然的看到他們的官網 出現了這一台 OK 最小的遙控車 之前很多人呢 都希望我開遙控車喔 那我們也陸續開了幾台 但是後來呢 就比較少開了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這個 最小的遙控車好不好 先來看一下 他們的包裝喔 都會有很多這個 我本來想說奇怪 我去拿貨的時候 怎麼這一盒這麼大盒 明明就小小的一盒 結果包這麼大盒 裡面有收據跟發票 我買這個大概是 1349塊 然後我記得他滿籤呢 有送這一個 Hot Wheels的這個吊帶 我們今天都把它背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 要呢 買的呢 登登 登 就是 特斯拉的遙控汽車 這個其實國外滿多人在拍的 然後 國內好像沒有什麼人買過 那今天呢 剛好有帶你進來 我們就來開箱這一盒給大家看 我記得喔 前一陣子也有出一個 1比76的 Mini Cooper的遙控車喔 那時候我本來也有想買那台耶 但剛好這個讓我看到 我們就買這台 這台叫做 Tesla Cybertrucker 這台我記得是什麼 防彈嗎 是嗎 它裡面還有附一個軌道 然後遙控器就這麼簡單 然後一本說明書 這就是我們的本體 Cybertrucker 有沒有 看起來是長這樣 它後面這邊應該是有一個馬達啦 然後 下面有一個充電的 跟一個充電室要背軌的開關 它好像配對之類的吧 待會試一下就知道了 遙控器 就很像一般這種玩具的感覺 然後後面呢要裝 4顆AAA 剛剛還下去買了 然後這邊喔 打開的話 先拉出來是可以充電的 這個倒是挺方便的 就不用再 額外接線這樣子 還滿不錯的 然後還有一個軌道 我們現在把它組裝配對一下 我看了一下它的那個 油碗的預告片 感覺好像滿厲害的 可以爬得非常的高 等一下我會試試看它的爬坡能力 然後這個說明書喔 沒有中文的 所以我也看不太懂 看英文呢 大概了解一下意思 OK 現在我們來配對的部分 我們要把下面這一個 撥桿啦 撥到1的位置 好 把它背過來 好 這邊就會配對了 燈恆亮的時候 就是OK了 先來看一下它的馬力如何 撥到 唉唷 感覺聲音還滿大的 OK 然後這個是左右 它的 它的左右 唉唷 喔 它左右的原理不是控制前面耶 它左右是讓輪子是那個 跑不同方向的 讓它就可以旋轉 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往這邊搬 有沒有 它是讓它輪子原地打滑 然後旋轉的 所以不是控制前面 唉唷 好酷喔 居然是這樣的配置 然後右邊 就這樣 下面這兩顆呢 應該是調整它的那個 應該是左右邊的出力之類的吧 我再猜啦 那原則上我們應該是 除非有歪掉我們再換 然後最上面這個呢 是BOOST 更強力的加速 有沒有 這樣我壓這個 跟這個 聽起來聲音有差 喔 加速就不一樣 各位來看一下 它跑起來會是如何吧 好 我們來先試一下 它最慢的速度可以多慢 可以這樣子 喔 馬虎 有問題 最快的話 沒有含BOOST最快 哇 其實很快捏 那如果BOOST呢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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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看到嗎 BOOST用充的啦 難怪它那麼有力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充電一下 應該要先充一下 畢竟這個新的 都還沒拆過 可能只有一點點電 然後充電好像這一顆燈呢 就會閃爍 等它到亮的時候呢 就是有電了 然後這邊要再把它撥到 0閃電的這個標誌這裡 然後把這個插進去 這裡就在亮了 好 那我們就稍等一下 等等再來地上 測滑看看 然後等一下再用 軌道給它特技一下 看會是如何 A few minutes later 沒有閃了 齁 就代表充電完成 走吧 我們來測試一下 沛隊 好 你看 紅茶怕怕 小兵等一下又要咳嗽囉 來 我們先往前充 欸 這個很容易不見耶 我覺得 OK 操控上我覺得 比MiniD簡單一點點耶 你看 小兵又要咳嗽了 還蠻有力的耶 原地旋轉 呼呼 這個如果是貓咪的話 貓咪應該非常喜歡 小兵天 特斯來找你了 怎樣 你想攻擊我啊 你想攻擊我的村莊啊 雪莉 可惜它不是叫雪莉 蛤 雪莉你想攻擊我的村莊嗎 可惜啊 你沒辦法的 好 各位我們來試一下BOOST的厲害喔 BOOST 先對準 不然等下跑到沙發裡下就麻煩了 GO 喔呦 好像彈射起步一樣的那種感覺喔 GO 欸 氣下 如果我們往前 然後再加BOOST會怎麼樣 哦 瞬間噴飛 啊糟了 哎呦 看我側滑也是可以的 呵呵呵呵 不錯吧 還蠻好玩的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爬坡的能力 還記得我們很久以前 又買一台這個 mini的拖板車嗎 然後剛好這邊呢 是可以讓車子開上去的 我們就來試試看 停車 模擬器 我們的特斯拉能不能夠開上去嗎 GO 各位我們要準備上去囉 應該是有辦法啦 OK Cover pocket Multi Player 呵呵呵 欸這個如果 買多台一點 真的可以這樣玩耶齁 啊 加油 歪了 來 第二次 哇 冰槍 欸我發現它後面好像上不去耶 就到這邊的時候 這個會滑掉 反而上不去 如果我用boost呢 準備囉 3 2 1 GO 嗯 GO 喔 各位觀眾 有沒有看到 boost 馬上OK啦 只是有點歪掉而已啦 各位那簡單的爬坡沒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蓋軌道 因為畢竟 它還有給我們一個這個嘛 這個應該主要就是讓它可以噴出去吧 我們就來試試看 如果飛了 可不可以飛到我們的 比較高一點的位 各位 我們做了一個 不是猛龍 不過江的一個路橋 來試試看 它可不可以 順利的從這邊爬過去呢 HELLO 3 2 1 Let's go 慢慢開 可以耶 好厲害喔 呼呼 巴庫 沒問題耶 御根回來都沒問題 不過多開心啊 雪莉我來攻擊了村莊啊 OK 各位接下來呢 我們用了一個 波度更高的 爬到沙發那邊 看看 能不能夠順利的成功 先把我們的車車放好 我們先用一般的速度就好 2 1 go 哎呦 勉強 哇 上去了耶 OK 各位 所以呢 這個風火輪的 小遙控車 其實真的還蠻好玩 我覺得會動的車真的不錯 而且呢 在剛剛跑軌道的時候 我有一個想法 如果下一次有機會 我們把這個 拿去跑我們的山坡水賽道 不就可以從山腳 爬到山上了嗎 這樣感覺也很酷對不對 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玩具知識就到這邊 如果各位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不要忘記我們的 2111個讚 我們就下次玩具知識再見 掰掰